宁缺一箭射穿了大箭尸 大箭尸气还雪山被毁 体内元气开始紊乱外泻 宁缺知道大箭尸一旦暴体 对周围的桑桑和公主足以致命 惊恐地大声喊道 桑桑 撑伞 桑桑慌乱地撑开大黑伞 挡在公主和小孩面前 相传这把大黑伞 是浩天从黑暗的夜色中 扯下的一角夜色所画 这把大黑伞看似毫不起眼 却是一件顶级的防御装备 三人躲在伞后才算逃过一劫 到了都城跟我走吧 我会给你一个好前程 多谢公主殿下美意 不过我去都城 只是为了参加书院的入院时 可能以后没有机会再见到公主 宁缺面对公主礼于给的好前程 依旧选择了进入书院学习 完成了护送公主的任务之后 宁缺和桑桑到了唐国都城 来到一个门口满是杂草 破败不堪的将军府门前 宁缺望着将军府 前程往事历历在目 心情开始黯淡低落 原来是在十五年前 西陵光明大神官魏光明 受到天书的启示 断定冥王之子 降生在唐国宣威将军府 魏光明也已掌握唐王隐瞒世人 思取魔宗圣女夏天的秘密 老头子果然都是坏得很 用这不可告人的秘密 来要挟唐国镇北大将军夏侯 去除掉冥王之子 阻止永夜降临 夏侯为了维护妹妹夏天 唐国的皇后之位只能赵左 将宣威将军府满门抄斩 而宁缺的父母就是死在了这场屠杀之中 整个将军府在经过一阵血洗之后 只有宁缺一人逃掉 一直逃到烟塘边境的小村庄 追兵尾随而至 开始屠杀无辜的村民 其中有一家四口 男人为了妻儿能够逃脱 回头阻挡追兵被杀 女人为了掩护一双儿女能够活命 也被追上一刀杀害 残忍的士兵也没有放过那个小女孩 最后小男孩也被抓住 眼看就要被杀 宁缺抓起一颗石子砸在士兵脸上 接着又抡起一根粗壮的木棍 打昏了士兵就下了小男孩 这场景一定得棒 我叫宁缺 你叫什么名字 卓儿 娘叫我 小黑子 以后咱们俩就是兄弟了 二人在结伴流浪的时候 从死人堆里看到了那把大黑伞 就在大黑伞的旁边 还有一名刚出生不久的女婴 宁缺抱起了小米英 从此开始 三人相依为命 由于女婴的脚上 有一片形似桑叶的胎记 因此取名为桑桑 画面回到将军府 宁缺带着桑桑准备离开 宁缺感觉到有人在跟踪 回头看到那人一拳打开 伸手抓住定眼看出这人 正是当年的兄弟小黑子卓儿 小黑子 你们来渡场也不跟我打个交话 后来小黑子卓儿来到了都城 就是为了调查清楚 当年血洗将军府 还有屠杀边境村民的幕后主使 以及整个事件的参与者 经过卓儿几年的暗访调查 终于将这些仇人的名字记了下来 为了将来能够完成复仇 并将这些人民交给了宁缺 好几年不见的兄弟 也没有给安排一个上好的情侣标间 这兄弟也是有点不厚道 主仆二人只好露宿街头 半夜冻醒 考虑到考书院要交学费 书院也不提供食宿 于是两人就租了一条街上 最偏僻 最便宜的门店 准备卖字为生 店面取名老笔斋 这也是主仆二人 来到都城之后的第一个家 安全地下来 里面要走 往后一apped 三公里 尔太兹 最后一损 替手 二人参加